好久不见 我是非著名摄影师汉涛TV 今天这期节目不是一期干货分享 而是一期一点都不干的 甚至有点湿漉漉的 而且虚语叨叨的Q&A节目 前两天我在B站的动态里发了一条问题征集 就是想问问订阅这个频道的各位 对于我这个up主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哪点好奇 可以向我提问 然后我会根据你们的问题 找到几个呼声比较高的 以及我感兴趣的来回答你们 我尽量把这期叙语叨叨的唠嗑节目 剪得稍微短一点 控制在一集电视剧的时长之内 但是也不能保证 所以你们今天就先把你们这个小伯伯 先放下 听听我聊聊 过去一年 我一直是一个分享拍摄剪辑干货的工具人的形象 出现在你们面前的 那到现在在B站也累积了5万出头的粉丝 我猜测 我估计可能距今年的百大up主不远了 所以我就赶紧的提前录这么一期Q&A节目 然后让在座的各位能够了解一下 这个up主除了拍摄剪辑作为一个工具人出现的背后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就了今天这期的Q&A节目 那也非常欢迎你在这期节目里 随时用弹幕跟我互动 我也想看看你们关于我这期Q&A 对这期节目有什么想法 OK 咱们现在就开始提问 首先要说的呢 我不是一个全职的up主 熟悉我的频道的人呢 是吧 都知道 就咱这个更新频率 咱这个粉丝数 咱这个播放量 是吧 就我要是当全职up主 那谁答应呢 当然了 可能到现在 就是说距离这个百大up已经不远了 但是呢 还没有做成一个全职up 我的正职呢 其实是一个往好听了说 就是一个自由摄影师 自由剪辑师 影像创作者 那不好听的就是加里堆 就是属于 需要自己缴纳社保 医保的那个人群 对我就属于那样的 所以就是有什么合适的 关于影像类的工作 我感兴趣的 那我就会接这个活 完了就以这个来养活自己吧 那B站的做up主呢 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吧 把我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喜欢看的人 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玩 挺有意思 而且挺有成就感的事 大概这就是我的职业 那还有一个不拿薪水的工作呢 就是作为 B站的另一个up主 是一个美食区的up主 叫Gem的小厨房 我是Gem小厨房主力人 Gem的一个助理 有时候会被他被迫 邀请到他的节目里 去当一个无情的吃饭机器 以及帮他做一些拍摄呀 剪辑的工作 说到这儿 等会儿啊 是 我来 再放入 我来 想看 在下 吃饭机器 我来 你来 看来 我来 在捡新秘籍的水 Gemme在工作 以及他还在喝一瓶 快乐水 好吧 是无糖的 Gemme关于你自己的频道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坐来坐脚 不打扰你了 我走了 拜拜 OK 带大家管完Gemme的这个工作环境之后呢 我们继续我们的Q&A节目 不要被他打断啊 我们要把这情绪给续上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希望在未来的某天 如果能够做成一个全职的up主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你们 就是在看这个频道的各位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做成全职up主 也是因为 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喜爱和关注以及支持 所以那就是后话了 我继续努力吧 那接下来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不对 我还差一个身份没说呢 这个身份我觉得对我特别重要 就是 我是一个非著名的 野生的街头摄影师 就是那种经常在打机上拿这个相机 不知道他跟那拍什么 一路走一路拍那种人 我就是一个街头摄影师 之前也拍过一些photo vlog 记录我扫街时候的一些情况 好 之前也在我的频道里发过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关于工作呢 其实我挺享受现在的什么工作状态的 虽然说是家里堆 完了还要自己缴纳社保医保 吃了上顿没下顿 不太稳定 但是呢 就挺自由的 时间很有很大弹性 完了可以更多的关注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并且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 比如说拍照片 比如说看短片 再比如说健身 这些都是我觉得可能要是做一个上班族的话 是很难去做到的 累了一天 是吧 在挤地铁 上下班 然后还要去健身 挺难的 所以我也比较珍惜现在这么一个工作状态 那在做这个自由的摄影师也好 或者影像创作者也好 之前呢 我跟很多人一样也是一个摄处 标准的摄处 那时候的工作呢 虽然说和影视制作 影像制作相关 但是我不是拍摄的那个人 那时候可能觉得拍的东西不是我感兴趣的 所以就没有投入很多的注意力 在这个拍摄剪辑制作这方面 那说到这儿呢 就要聊到今天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看一下啊 阿主的影视知识是怎么获得的 讲一下学习经历吧 那我记得当时2015年 我看到了几个啊 就是国外的 现在所说的国外大神 拍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城市纪录片短片 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 原来一个人一个很小的团队 甚至一个人也可以去拍一个这么完整 这么精彩 这么能够完全是个人表达的这样一个作品出来 我觉得如果我不喜欢现在的影像的创作的东西 那我何不自己去拍呢 所以就在5年前好像是2016年吧 我就采购了一批设备 然后就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拍了 尝试的拍了一个日本九州的 这么一个旅行纪录片 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拍摄视频 以及剪辑制作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经验 给我的感受是特别过瘾 我一下就觉得这东西太有意思了 我就想去做这个 然后就去慢慢的慢慢不断的去钻研 拍摄尝试积累吧 然后我发现确实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用去太逼着自己去干嘛 就你就会不自觉的就去看一些 跟这个相关的东西 不管是书也好 或者是影像也好 或者是 总之你不会拿它去当成一个负担 或者说是一个 别人需要 需要别人逼着你做的事 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慢慢的到现在这么一个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么一个拍摄的水平 或者说能力去养活我自己 那当然我觉得我现在的水平还挺初级的 就是还有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至少比我成为百大UP主的提升空间还要大 所以再接再厉吧 前方的路还远 那说点实际的 就是在开始自己去拍摄剪辑制作影像之后 有哪些平台或者说哪些资源 会给我很多帮助让我有很多灵感 这可能就是你们刚才提的问题的核心 那这点我觉得也特别有得聊 甚至我觉得一聊能够聊一两个小时 可能都停不下来 所以鉴于这个时长我会长话短说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打开B站的那个APP 他首页老师给我推荐一些什么 油管大神谁谁 怎么怎么样了 油管大神谁谁 今天又拍了一个什么 当然我就挺纳闷的 就是YouTube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大神聚集的平台了呢 就我不是说YouTube不好 我觉得它是现在世界范围内 质量最高汇集最多人才的一个视频媒体的平台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去严肃的 正儿八经的去学习某一类 技术类的或者说技能类的 可能YouTube油管不太适合 因为油管上的视频呢 就节目属性会更强一些 它不是作品 它是节目 所以它的娱乐性也会更强一些 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平常如果真的想去看一些作品类的内容的话 不会去油管看的 我会去哪看呢 我会去Vimeo看 我觉得Vimeo是一个汇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短片制作者的这么一个平台 就你的上面能看到影像创作这个行业里最顶尖最拔尖出类拔萃的那批人在做什么事 在做什么样的作品影像出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油管它为什么那么受让欢迎呢 它的那个推荐机制简直太吓人了 它就根据每一次观看的点击来算出你喜欢的是哪一类视频 然后把这一类视频汇总起来推荐到你的首页 这多吓人 也就是说我经常有那种情况就是打个YouTube主页 然后你看这视频我看一下 这视频我看一下 然后你看几十秒 然后你标签出现了十好几个 就让你特别杀时间你就会沉浸在里面出不来 但Vimeo它没有这种机制 它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你订阅了谁 他的作品以及他喜欢的作品会出现在你的主页上 所以就会变成YouTube是一个一打开 全是你跟你相关你感兴趣的内容 但是一打开Vimeo可能你发现是一空白 我应该从哪去看呢 但其实只要你认真的去发掘慢慢的去积累 你就会发现Vimeo上的那些牛逼的作者是非常多的 而且可看的这些短片影像也是非常多的 具体的操作模式 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单独出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今儿就不在我个人的Q&A里面跟大家聊了 不要抢了我的风头 OK那刚才说到 我觉得作为影像上的学习的话 我会去Vimeo找一些我喜欢的作者 看他们都拍了什么样的片子来学习 我觉得技能是技能 技巧是技巧 但是一定要看一些把各种各样的技能技巧 融合成一部完整的这样一个作品的这么一个影像 要比看一些就是专交你说 怎么去拍怎么去剪那样更有帮助 因为你不去看那些真正的作品 你就不知道怎么把各种各样自己会的技能给融合起来 并且让他们相辅相成 然后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影像风格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比较私人的 分享一下怎样才可以坚持锻炼手臂跟你一样粗 对关于这个麒麟臂怎么把手臂练粗 这点我觉得我还有点发言权 因为那天我刚刚量了一下 我这个臂围是现在是38厘米 就还比较结实吧 比较粗 那其实去年一年来我的身体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记得2019年年初的时候 我的体重是在120出头 然后经过去年一年的这么一个改造或者训练也好 我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体重达到了145斤 一年长了25斤 但是呢 体脂没怎么增 也就是说大部分可能都是肌肉 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欣慰 因为我也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啊 不能说是健身达人 只是爱好者 其实很多情况下 比如现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段 健身房都关了 那其实我也没有断了断了身体 这么一个日常习惯 其实跟健身房里撸铁相比 我还是更喜欢一些徒手训练的动作 包括火撑啊引体啊 这些不需要很很复杂的器械和工具 就能够完成的动作 也许哪天我可以开一个 关于我是如何健身的这么一个视频专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如果有的话可以弹幕告诉我 时间也不短了 我今天就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啊 如何看待自媒体的发展趋势 如何看待自媒体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从那个趋势来看的话 大家自媒体 所谓的自媒体和所谓的专业媒体 之间的这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媒体 嗯 其实我跟身边很多朋友 不管是爱拍照的 爱健身的 爱抬杠的 主要是他们有某一方面非常感兴趣的点 我都会推荐他们 哎你要不要自己开一个频道 然后就去分享你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见解 我觉得通过一个平台可以向世界传达 你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里的个人见解经验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如果这些见解经验还能够影响到 帮助到一些人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了 这跟在商业上是否成功是否变现没有关系 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做up主的一个原因啊 我希望通过我在拍摄视频呢 或者拍摄照片的时候的一些个人想法 不管是技术技巧也好 还是一些想法层面的东西也好 可以分享给你们产生一定的共鸣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那今天的这期Q&A节目呢也差不多了 说实话回答的我嗓子有点哑了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连续说法 所以这期就到点吧 那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 或者你持续的关注这个频道 我呢可能不会像很多的数码区的up主一样 经常分享器材的测评啊 这个相机怎么样啊 那个镜头拍的如何啊 但是我会分享一些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 值得去关注的那些东西 OK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我要去喝口水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